Hello,大家好,我又来回答同学的问题了 那这个是一个同学叫做惠毛 这样吗?这样念吗? 问我的问题 他这边写了一个程式嘛 那我就开了一个playground 写了跟他差不多一样程式嘛 大概因为person2其实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就没有写了 那我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他是跟我一样写了一个类别 我想要跟这个同学讲的是 第一个class要写的时候 这个通常约定成熟的话 约定成熟的话 这边class的第一个字要大写 我看你没有大写 所以可能我在课程里面 没有真的很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没有很强调的话 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这个class的第一个字 通常约定成熟都是要大写 所以第一个大写 不过这个跟程式嘛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同学的问题是说 这边有个class叫person 然后里面有这个三个属性 一个属性是firstname 然后一个是lastname 一个是fullname 那当然我说过了 有属性就要有初始值 所以在这个init初始化的方法里面 就给了初始值 它初始值是 如果就把firstname设成这个字串 lastname设成这个字串 然后这边的fullname 就把firstname加上lastname 中间有个空格 这样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都有初始值了 好 那 接下来他 他就是用这个person这个类别 伸出了一个实体 把这个person的实体存在 person1 这个变数 这样子 那这边还要突然还要讲一下 这之前也是没有很要求 就是如果之后像这个person1 并没有什么变动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person1 其实可以设成let 设成个少数 不过我这边就先不设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就在这边把这个实体化 这个类别实体化 伸出一个person 然后存到这个person的这个变数里面 接下来他做一个事情叫做 把这个firstname本来叫做会 然后就把它改成Eric 那这个person1 本来他的lastname叫做毛 可是他就把它改成了0 这个时候呢 他想说 这个firstname应该是Eric 那lastname应该是0 那这个时候 fullname的话 应该是Eric0才对啊 可是这样 他发现这个时候 他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的fullname 还是会毛呢 会是会毛 不是Eric0呢 你看这边 我们都变啦 那为什么这个fullname 没有是firstname 加上lastname呢 好 是这样 我来解释给你听 是因为这样 因为初始化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把这个初始化是 这时候的firstname是会 这是毛 所以初始化的时候 就把这个会跟毛 加起来就变成他的first 他的fullname 可是这边你是重设了firstname 重设了lastname 那fullname他不会自己重设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这边 有修改了这个firstname跟lastname 所以这边的fullname 还是维持了会毛 这样还是维持了原来这边的fullname 那如果你想要任何时候 你重设了这个firstname 重设了lastname 你的fullname都可以跟着改变的话 我猜你是想要做到做这样的功能 如果想要做这样的功能的话 好 这样 我教你哦 就是把这个先 我来注释一下 事实上可以删掉 我来注释一下 好 不然我注释一下 那这样会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fullname没有初始化 所以 我在这个fullname后面加一些程式码 你看我写哦 我就这样写 我写个大括号 这样 那里面呢 我就return return firstname 加上lastname 像这样 这样 这个时候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你看 我把这个firstname设成eric lastname设成零 fullname 他就马上就变成eric零 就像你想要做的这个功能一样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这样的写法 我没有在课程里面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算是比较进阶一点的主题 那我不想说 教太多东西 会搞混各位同学 那现在既然同学问了 我就来教 这个叫做computed property 那我在后面写个注释 我也没有查 查什么字典 不小心有没有拼错 computed property 就是它会 它会即时 什么时候呢 你想要知道这个fullname的属性呢 像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想要知道fullname属性 它就即时地把当前的firstname 加上lastname 像这个时候 如果是改成这样子的话 它要知道这个属性fullname 它就会计算 computed就计算 就计算出来的属性 这个即时就把即时的firstname 加上lastname 就马上回传当前的firstname跟lastname 那如果你像这样写的话 就这样写不是 这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把初始化当时的firstname 加lastname 存在这个fullname里面 那如果你改了firstname跟lastname 如果这样写法的话 fullname并不知道firstname跟lastname 已经改了 那如果你写成这样的写法 computed property的写法 它就能即时地 像这个时候 我想要知道fullname 那我就即时地把目前的firstname 加上lastname回传出来 就变成同学想要的结果 结束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还是一样 大家有问到问题可以问我 那先这样 先这样 我再等大家的问题